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多少次等待 夢想著起航 多少次的等待 远方的朝阳 陌生的梦想 和执着的倔强 在这一路之上 也曾感到彷徨 我处理在茫茫生命之点 总被时间改变 失去力量 也曾在你望中成长 我徘徊在茫茫震海之间 说再见了昨天 正常面对 勇敢地去绽放 的确 我开始并不看好你和志弘 是从你退出海中女儿比赛之后 我才对你刮目相看 你比那个叫秦斌的女孩 单纯 干净 我认同你的价值了 我明白 你爸爸是你牺牲爱情的理由 如果我是一个局外人 我会夸你是天底下最孝顺的女儿 可我偏偏是枝恒的母亲 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得到幸福 是啊 我曾经是那么强烈地反对你们俩 可是现在 现在我认为你有资格做我们张家的儿媳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明 我要你保证 永远不要辜负之后 即便你不爱她 也不要对不起她 更不要做 让她难堪的事情 如果你能做到这些 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如果不能 我不会侵扰一个 伤害我儿子的人 我说的这些 你能做到 阿姨 你说的话我都听懂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待直衡的 谢谢 谢谢 另外 我想说 要做我们张家的儿媳 得有一个向阳的身份 我可以帮你安排到剧院或者电视台 如果你想做全职太太 我也不会反对 阿姨 阿姨 工作上的事情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争取你 接 喂 姜天威 我跟你说 赶紧派人把那些包都给我拿走 出国的事你考虑怎么样了 出国的事啊 那你跟我妈说啊 秦睦睦你好 我是姜天威 你好 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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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是这样的 睦睦 我觉得女儿特别优秀 我们公司照相组建一个模特队 所以想带她出国考察一下 顺便挑一些模特会 不行不行 还是不行 说声什么都不行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姜天威一个大男人 带着冰冰一个女孩子 这摆明了什么也要好心啊 我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这心里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心里阴暗 同一个单位的 领导领着异性的下属去出差 那就是不安好心 阿姨 姜天威不是一个单位啊 一号一号工作的 那就是一个单位 我就不相信了 天底下这么多专业的模特部长 职业的模特部长 他为什么一定要找冰冰呢 那我问你啊 全海州那么多女孩 怎么就冰冰夺冠军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我不是这样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啊 就你那点小心思 我太清楚了 你看不得我们家冰冰好 她要是越好 你就越觉得你配不上她 你宁可希望她没有前途 你也不希望她好 阿姨 我不希望冰冰好 你心不希望她好 这都无所谓 我还在这呢 你有什么说话权啊 冰冰 明天就去剧院请假 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行 别别了 我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走走走走走走走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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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怪我不客气啊 回家想明白 再过来跟我们说 走 死了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也不知道 谢谢啊 没事 神聪敦 safety ig ですね communice 点个人 给吃 扇 喂 喂 我说你还打算回来吗 打算 什么时候 我已经回来了 去收张指示 哎呦 你还真行啊 你现在都学会来我引去无踪了 我看那开飞机的司机同志 一天到晚不用干别的了 竟拉着你横跨大江南北得了 开飞机的不叫司机 那叫驾驶月 让你演那就叫司机 什么意思呢 什么什么意思啊 刚才有个组需要一个特约 我又不知道你在不在北京 怕白搭一个面子 那既然你已经回来的话 那我就让组里联系你了 口主姐 谢谢 谢谢你个头辣 再要个沐浴板就可以了 谢谢啊 谢谢啊 这不是海中女儿吗 您亲自过来吃饭的 李老师你老哪有开玩笑 点了吗 点了 打包还在这吃 打包我妈病了 坐坐坐 小王 来个茶 不用了不用了 没事 不用客气 你听说了没有 王院长要到站了 到站是什么 就是退休呗 王院退休了 现在啊 就等着上级过来宣布任免了 可能就这两天的事吧 我说这两天找王院怎么找不着呢 你找他有事啊 也没什么大事 那王院退休了谁当院长啊 应该是丁岩 但我觉得丁岩不像是院长 那你觉得他像什么 我觉得他更像老师 这个话你才说对了 丁岩呢 他其实就是个搞业务的 虽然当了那么多年的副院长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不像 小姐 您来饭拿吧 谢谢您啊 今天这个算我的啊 柳黎老师我都结过账了 没事 下一次 下一次您请 行吧 我先走了啊 谢谢您啊 先走了啊 那算好了 下次算我的啊 经局党委研究决定 任命丁岩同志为海州剧院院长 希望新院长带领全院同志 振兴西剧事业 为海州剧院再创辉煌 好啊 现在 我们就请你们的新院长 给大家讲话 张大姐 戏据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永恒度 永恒的划筒 波勒环境怎样坚弱 他都会以他永恒的生命力 在热爱战里追求理想人们的注视下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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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绽放 来 坐 怎么 新院长新官上任三把火 对剧目生产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有 我们居然准备拍摄沙士比亚著名的爱情悲剧 《罗密欧与朱丽雁》 这回有组织上和领导的支持 我们准备引入市场机制 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扬 好 前一阵子你们居然有个年轻演员叫秦冰的吧 得了海州女儿的冠军 是 这次拍演新戏 有没有考虑让他当纲主演 是 是这样啊 我个人理解啊 这个选秀和戏剧表演 完全是两回事 这次拍演新的剧目 我们认为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们会在全院的范围 甚至于更广泛的范围内 选择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 我看还可以 一会儿你把这些东西都答应了 给王秘书 好 好 这份也得 好吧 丁院 好 秦冰啊 去 您去吧 好 有事啊 您刚才演讲得特别好 我恭喜您 年纪轻轻的也学得怎么试过啊 小秦冰 有事就说 说吧 我想跟您请个假 旅游啊 旅游呢 我有一个出国旅游的机会 多长时间 至少要一个多月 不行 绝对不行 金铁 咱们剧院呢 好多年没有招收新任了 这你知道 作为最年轻的正式职工 你又是课本出身了 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个戏 对你意味着什么 你呢 也应该轻浮 自己对剧院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和义务 刚才啊还有记者问我 会不会由你担任主演 我没有证明回答他 虽然我对现在目前种种的选秀活动 我并不欣赏 但是我得承认 你目前在海州所可能具有的票房号召力 或许你的气质 可能不是朱莉最合适的人选 但是综合考虑 你获得这个角色 那是有优势的 你明白吗 不是每个女演员 都能在最合适的年轮 而遇上这么美的角色 金铁 如果你非要坚持不参加演出的话 那我得把丑话说个钱 你 要么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我特批 要么 谢思成 离开海州局 什么都没有朱莉莺 谁爱排谁排去 这海州的破剧院 有什么好留恋的 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 你们以前的那个抬柱子 不还都在外面看餐馆了吗 姜天威这个工作是好工作 你要是不去对不起他了 妈 我要去的话 我就得把工作辞了 辞 马上就辞了 在海州剧院干十年 也比不上在他那干一年 我不同意 冰冰 我觉得还是保守点好 你忘了你当时进海州剧院有多难了 再怎么说那是铁饭了 汽水长流不会断的 阿姨 那个姜天威 万一要是信口开河 忽悠了冰冰怎么办 你行了 你行了 别在这儿给我耍小聪明 你以为你自己多有心眼啊 海州剧院是不好进 那不好进的地方 未必就是好地方 监狱还不好进的 阿姨 你看您这话说的 你这话说的怎么了 对 对不起 自己一点本事都没有 你要是有点本事 冰冰用得着跟你这样吗 你说我们家冰冰跟了你 她图什么好啊 你个大男人 女朋友在这儿为这些事揪心 你一点忙都帮不上 还在这儿指手画脚的 你说你有什么本领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儿指导我们家冰冰说 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妈 吵吵吵 要不我死了 死了大家都请你 冰冰 冰冰 你干嘛呀 我告诉你啊 别再指手画脚的 在这里渡管闲事 我们家冰冰命好 那是她自己争取的 别再耽误她的大好前程了 还站着干嘛呢 对不起阿姨 都说我不好 我说冰冰呀 您就快决定吧 这么好的事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说冰冰呀 这不就是一个阳关道 一个独木桥的事吗 哎呀妈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别逼我了 不是妈逼你 是生活在逼你 你 媳妇 我不同意咱妈的看法 我觉得她的人生观 价值观完全是有问题的 你也别这么说 我妈到底还是为了我好 媳妇 这么多年在一块 一直是我听你的 这次你能不能听我的 海州剧院是个正经八百的地方 姜天为她不过是个 哎 行了 姜天为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个大老板 她怎么着也不至于骗我吧 行了 我不跟你说 我就挂了啊 妈 嗯 你知道我现在最讨厌的是谁吗 嗯 万海 我最讨厌就是那个丁院长 凭什么 凭什么呀 我不排练 就非得让我辞职 就是啊 凭什么呀 像这种领导你还跟着他干 有什么前途啊 妈帮你做决定了 辞了他 妈 妈 你知道我现在第二讨厌谁吗 观海 刹是笔啊 刹谁 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还有我不懂的东西 妈 你去给我拿下肝盆 那肝盆干什么 不然的话就让老天爷替我们做决定 正面呢 我就跟姜天威出去工作 反面我就留在海中去 好 给你找 喂 姜总 怎么样了 秦冰 家庭好了吗 你要实在为难的话就算了 正好我在国外也有个同学 他也有这方面的资源 他可以帮我组建一个摩托队 这样的话我也不用亲自出国了 姜总 我们剧院说 如果现在我跟您出去工作的话 我就要把剧院的工作辞了 海州剧院虽然不是说最好的地方 但是毕竟是个铁饭嘛 下这样的决定 我也挺难的 那我还是交给我同学去做吧 不过真的很遗憾 其实 当初我是因为见到你以后 我才想做这个摩托队 姜总 要不这样吧 我们看天忆 我给您出一个问题 如果您答对了 我就跟您出去工作 如果您答错了 我就留在海州剧院 好啊 你说 一座山上 有五活动 出了五只羊 突然来了一只老虎 它没吃第一个冻的羊 没吃第二个冻的羊 也没吃第三个冻的羊 更没有吃第五个冻的羊 为什么它非吃了第四个冻的羊 呢 因为它是老虎 想吃谁就吃谁 怎么样 现在可以做决定了吧 好 我答应你 好 那我让人给你办出国手续 办好了送给你 姜总 我还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为了给你组建这个模特队 我可是连工作都辞了 要是你骗我 我肯定跟你没完的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 怎么了 是不是 决定了 那这钢笔也用不着了 行呀冰冰啊 比妈强啊 你没问问她到底见没结婚 妈 我可跟你说清楚啊 我出去是跟她工作去了 别让我歪了心 知道 那她结不结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知道 你真的想好了 谢谢啊 我知道 我也不勉强 我知道你对戏剧没有太多的热情 所以我也 我也没什么 也不说挽留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人生 那丁老师 朱立叶的人选呢 没事 没事 你放心吧 总会有办法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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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 是要为我们剧院即将排演的新剧 罗米欧与朱莉 向全社会召唤演员 罗米欧与朱莉 是沙风最有能详的一部戏 诗一般的语言 梦一般的爱情 请问一下 欢迎朱莉叶的女演员 是不是还有女儿冠军秦兵呢 如果角色像你希望的那样都已经定了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开新闻发布会了 那是不是可以说男女主角到现在都是游戏的呢 可以怎么说 具体的招聘条件和要求 都在我们汉州剧院的官网上 大家可以查询 可以说这部戏里面所有的角色 我们都欢迎热爱戏剧 富有专长的本来尝试 其实 我们最需要的 恰恰就是这部戏的女主角的人权 为什么院里有了秦兵那样的演员 还指望会有更好的女主角出现呢 是秦兵不愿意参加还是有别的原因 我可以 可以这样 家族秦兵 万事俱备 那我有何必说刚才的话呢 那丁院长 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一次 动作 当初 8 5 6 7 7 7 5 11 5 秦妈妈 我是关海 张总 这是新的项目报告 看一下 好 谢谢 还有您要的海州晚报 还要不要加咖啡 不用了 谢谢 陈恒 你怎么来了 乔班了 给你送报纸 坐 是不是因为海州剧院照片 也用舍来的 你不想去试试吗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海州剧院第一次为一部戏 做这么大的宣传 你如果去的话 他们一定优先考虑你 可是他们 怎么不选冰冰呢 我听说 他说他好像辞职了吧 为什么 嗯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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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看的照片 你关机 关机了 要不 你说我要不问问关海呢 秦冰冰的事情不是关键 就以他的性格 我说是不会在海州剧院这么一个地方待一辈子的 别犹豫了啊 这段时间你也试了不少地方 幸亏都没成 海州剧院这次机会啊 就像是为你准备的一样了 那可是罗密欧与朱立叶啊 你比赛的时候准备的那段独白 我想剧院的领导一定是没有看到的 如果看到了 他们现在指定会过来找你的 要是你是领导才会这么想啊 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情人眼里出西施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句 没错 你呢 在我眼里肯定是赛过西施的 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问题的关键是 这并不是我的主观 是因为你真的很适合 可是 可是像是因为病病的事 我还是挺不好意思去的 你呀 就放心吧 他们不会想那么多的 丁岩又教过你 他对你也有一定的了解 别犹豫了 自己努力去尝试一下 人生的很多机会啊 都是靠自己去争取的 好吧 那我去试试 其实呢 心里还真的很期待朱丽 我现在觉得很奇怪 总可以想一些跟演戏没关系的事 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 说明你老了呗 你说谁老了 你老了还有我老了 我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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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你真是什么 你真是什么 我专家 跟着这个人 可能是你老了 那你老了 还不认为你老了 那么两个人 你是不是让我来 何干呢 那我们不理解 我当时出的 现在一直说 我不理解 我现在实在还不安 你什么 勿 bakery 别让你骗我的 妮妮 我知道你在意我 别让自己那么辛苦 我不要我的孟妮 像受了气的小媳妇一样 我要你自由自在 开开心心的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 怎样 秦宛娃你好 了 好 秦妈妈 您刚才怎么不接过电话呀 没电吧 冰冰不在吗 你都看见了 不在家 他去哪儿了呀 怎么手机还关机啊 出差了 出差了 他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啊 告不告诉你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 他告诉我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他去哪儿出差了 亲妈妈 他跟姜天威出国了 我去哪儿了 现在听明白了吧 她跟姜天威出国了 一两个月以后就回来了 有什么话到时候再说吧 你们在晚上 一个人的悲伤 你不上班啊 你不上班我还有事呢 行了 先回去吧 听到吗 听到吗 你是我见过最不理解女儿 最不可理喻的母亲 如果冰冰 平平安安回来 我什么话都不说 如果她是哭着回来的 热烦的夏天 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 只想我迷失在无许的心间 小狗小子 烦了你了 烦了烦了 烦了 烦了 必 必是我女儿 Zither Harp 音声还未响起 期待着你 倾听着风 送来相去 烦到故事结局 坐手不及 没空心事被轻易预知 想念谁的甜蜜 小心翼翼 不轻易留下爱的痕迹 全场观众几历都拟熄 只留你我在原地 还继续勇气羞涩 不敢的我 谁想要更亲密 谁一直期待 你勇敢的表白 想拿着很依赖 瞬间的木马转转转转 转出浪漫一切 这里供应欢笑情节 你也来应聘啊 我来找院长 我来找院长 冰冰真的辞职了 冰冰辞职 你不知道吗 他没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 对 不同的是 你是自己嫌贫爱妇的 他不是 我运用我整个的心灵 来弥补你身外的空明 谢谢老师 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各位老师好 我是二十七号选手梦妮 我为大家准备的是 梦妮 丁老师 梦妮啊 真是说草草草草到 我们一直在期待着你呢 刚才我们和丁院长 正在讨论 您在海州女儿那段 不列的台词 我们都认为 您是最嫌人性 很遗憾 那个节目我没有看 我很少关注娱乐节目 刚刚丁院长说 如果这次你能来 直接通过 这一两天呢 如果我们这边 没有合适人选的话 丁院长就要直接找你去了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好 那这样 梦妮啊 你再把你参加什么 那个比赛准备的 朗宋古白 给我们再表演一次好吗 好 准备好了 开始 我准备的戏剧片段 选自莎士米亚 罗密欧 与朱丽叶 用片的事情不顺利吗 我准备的戏剧片段 挺顺利的 我怎么觉得 你现在有新事业呢 我今天在剧院 看到关海了 我去找院长 问冰冰的事 关海会不知道 秦冰的事 冰冰是真的死实了 为什么 其实他们两个分手 是早晚的事 关海根本就驾驭不了秦冰 何况 还有个秦冰吗 别管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 只不过 现在最难过的 应该是关海 要不 咱们去看看他 关海现在最不想看到的 应该就是咱们俩吧 我倒是忘了这码事了 妮妮 别让自己那么累 你和秦冰不一样 谢谢 谢谢 你有什么新事吗 没有啊 是不是玩得不开心 我就是因为玩得太开心了 才会觉着 世界很多美好的东西 都是一瞬间 这是什么呀 打开看看 应该是你喜欢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表了 你没说 是我看见你在这家表店的橱窗前站了半天 眼睛一直看着橱窗 那 那 也许是我在照镜子呢 那就是我看错了 我还以为你在看橱窗里的东西呢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不会讨厌我送你的礼物吧 有一些 曾天薇 曾天薇 谢谢你 我敬你 来 您拨告的用户已关机 您拨告的用户已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拨告的用户已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拨告的用户已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拨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拨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拨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